两岁女婴在亲人身边丢失 是谁伸出了黑手 两年来母亲便贴寻人起事 苦苦寻觅 女儿你在哪里 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周六特别奉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说法周刊 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帮助那些丢失了孩子的父母 去寻找他们的孩子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到处张贴寻人起事的母亲 因为她的女儿也丢了 在寻起事是吧 画面中的妇女名叫王梅英 是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 这两年来为了寻找女儿小侠 像这样的寻人起事 王梅英印了好几万份 几乎贴遍了郑州市的大街小巷 女儿小侠是两年前的7月22号上午失踪的 当天上午 王梅英抱着年仅两岁多的女儿 去当地一家棋牌馆找父亲说点事 当时父亲正和别人在打牌 王梅英说 在上厕所之前 她家女儿放在了父亲的背后 让父亲照看一下 可父亲打牌太入神 等王梅英上完厕所回来 女儿就不见了 这家牌馆位于一座公园的角落 四边没车没篮的 行人可以随便穿行 两岁多的女儿是被人抱走了 还是自己走失了呢 王梅英和家人找了好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 整天都没有睡过 也想念不想 王梅英的老家在河南农村 几年前和丈夫家人一起来郑州打工 租住在郑州市郊的一所民房里 女儿的突然失踪 带走了这个家庭 全部欢乐和希望 在连续寻找多日无果后 王梅英报了警 民警很快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对现场市民的访问 一条线索很快就反映了上来 有市民反映 当天王梅英的女儿 是被一名经常在这里打牌的男青年 以买糖的名义骗走的 王梅英说 那名男青年他也曾见过 事发前 女儿每次过去玩 男青年都会热情的抱抱女儿 逗逗女儿 一来二去 女儿和他有点熟了 看来他抱走女儿是有预谋的 可那名男青年是哪儿的人 姓甚名谁 没有人知道 这个时候 一位牌友向警方反映说 那名男青年曾在十多天前 借他手机打过一个电话 广城警方连忙调出了当时的通话记录 找到 后来找到 因为这个是广东清源的 让给他做工作 让他回忆 是谁打到这个电话 是谁跟他联系的 他回忆是他的老乡 这个电话号码虽然是广东的 可他的主人 却是河南省卫视县的一名包公头 据那名在广东的包公头回忆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是他卫视县的老乡周永生 周永生男河南卫视县人 十年二十二岁 通过王梅英和一些牌友的辨认 当天抱走王梅英女儿的正是周永生 郑州市广城警方找到了周永生的家 却扑了一个空 周永生的父亲说 儿子从小就四处坑蒙拐骗 甚至连邻居家的农机具 也曾被他骗去卖过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儿子 让他伤透了心 为此他很少和儿子周永生联系 周永生也很少回家 事发后周永生到底去了哪儿 家人并不知道 不知道女儿被谁抱走 王梅英和家人着急 现在知道被周永生这样的人抱走了 王梅英和家人更是着急 女儿到底在哪里 是生还是死 虽然王梅英和家人交集万分 可嫌疑人周永生如同人间蒸发 两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两年里 郑州市广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 为了查找嫌疑人周永生 不仅在网上进行通缉 派出多路民警奔赴全国各地寻找 还广泛的对嫌疑人周永生的亲戚朋友 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争取他们的配合 我始终在作案的时候 22岁 很小 你这样长期的跑下去 这一辈子 你就生活不到阳光下 你始终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头 他将来自己 结婚 生孩子 这都是一种 不太现实的 或者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6月底 嫌疑人周永生的一个亲戚通知警方 周永生正在深圳一家工地打工 河南警方和深圳警方取得了联系 在深圳警方的配合下 周永生被抓获了 后来他给我两千块钱 他就把小女孩抱走 据周永生说 当年由于生活拮据 当天看到王美英女儿独自一个人玩 趁人不注意 利用和孩子熟络这一点 将孩子抱走了 并以两千元的价钱 随手卖给了河南省新乡市 马路边的一户人家 以周永生执任的这个地点 周边两个乡镇 我村庄通过当地牌手来查找 2008年8月23号以后 就案发以后 这个非正常入户了孩子 通过摸牌 犯罪嫌疑人周永生到案后的第二天 郑州市广城警方就找到了王美英的女儿 并将她成功地解救了回来 看到女儿臀部的胎记 王美英确认这就是自己失踪了两年的女儿小霞 两年的分离 母女终于又团聚了 而犯罪嫌疑人周永生由于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 现在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我国法律规定 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法律同时也规定了 明明知道是被拐骗的妇女儿童而收买的行为 同样是犯罪行为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我得第一 你来签约 合同约定 为什么不履行 我记得郭天老师他曾经说 你签的这个协议跟范冰冰 包括其他的一人签的都是一样的 三年时光匆匆流走 我逝去的青春 谁来补救 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 周六特别奉献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合同是当事人或者是当事的双方之间 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 简单点说吧 就是你请我愿 然后我们把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固定下来 说明白 说清楚 那么我们达成一致的这个事 就是个协议 在法律上就叫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围绕合同发生纠纷的故事 26岁的爱丽江能歌善舞喜欢表演 多年来经常参加一些演出活动 获得专业人士的好评 2006年 依次偶然的机会 爱丽江参加了雅虎搜星 在全国范围内的选秀活动 他比赛过程中还有一些个人才艺表演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自我发挥 我还会打手骨 就是说康巴骨 由雅虎网站和阿里巴巴公司 共同举办的这次活动 只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表演方面的明日之星 经过层层选拔 艾丽江因为不俗表现进入决赛 决赛是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展示的是选手的才艺和表演能力 决赛分三个组 导演陈凯歌 冯小刚和张继忠 分别担任三个组的评委 最终艾丽江凭借出色的表演 获得了小组的冠军 艾丽江说 活动过程中 在影视娱乐界非常有名气的 华谊兄弟影业公司的老总 也参加了活动 该老总表示 获得冠军的选手 将优先与他们公司签约 艾丽江获得冠军后 北京华谊兄弟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马上与艾丽江签订了 独家演绎经济协议 协议中约定 甲方北京华谊兄弟 代理乙方艾丽江 在全球的一切演绎活动 艾丽江未经公司允许 不得与第三方 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也不得自行行使和处置 相关权益进行业务安排 合同期限为2006年6月 至2016年6月 共10年 其他的一些公司 签任何的协议 也不能签任何的合同 这方面 然后只能就是 我得听华谊兄弟公司的安排 华谊兄弟当时在电影界 以赫赫有名 主要作品有天下无贼 甲方乙方 手机等影片 旗下也有范冰冰 李冰冰 黄晓明 等诸多大半明星 能和华谊兄弟签约 对于一个从艺新人来说 是幸运的开始 华谊兄弟的工作人员说 爱丽江签的这个协议 和那些明星大腕的协议 是一样的 我记得郭婷老师 他曾经说 你签的这个协议 跟范冰冰 包括其他的艺人签的 都是一样的 合同签订后 爱丽江满心欢喜 憧憬着未来 等待着公司的演出安排 就是有一个 这么大一个公司 应该有一个 非常稳定的一个保障 就是保障我去 每年或者每个月 都会有一些定期的演出 但是爱丽江说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公司既没有对他进行宣传 也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演出 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战士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 爱丽江如果和别人合作 或者是自行安排演出 将要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华谊兄弟50万元 就这样 三年多的时间 爱丽江放弃了很多 和别的公司合作的机会 有演出也不敢参加 如果我违约 就是我要陪一个 华谊兄弟公司 陪一场无数 既然合同做了约定 公司代理自己的 一切演绎活动 三年来 为什么都没有得到 任何安排呢 爱丽江不能理解 他决定找公司 问个究竟 就是为什么不理我 青春只有一次 然而 当爱丽江再一次 来到华谊兄弟的办公地点 位于北京东三环的 一座大厦时 他发现华谊兄弟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名叫北京华谊兄弟时代的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原来签约的公司叫华谊兄弟 现在的公司叫华谊兄弟时代 爱丽江认为 这两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地址都没有变 只是名字上多了时代两个字 就应该是一个公司 于是2010年3月 爱丽江将北京华谊兄弟时代 起诉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几年来 为给他安排演出 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五万元 我想讨一个说法 然而让爱丽江没有想到的是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第一次开庭审理的过程中 华谊兄弟时代的代理律师说 当初与爱丽江签约的不是他们公司 这件事和华谊兄弟时代无关 这份协议是原告与案外人 所签订的相关文件 不能够导致和试图证明 原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 那么华谊兄弟和华谊兄弟时代 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爱丽江说 原来公司负责跟他联系的工作人员 郭婷婷 现在也在这家新的公司里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记者也拨通了华谊兄弟时代的电话 华谊兄弟时代的接线员证实 郭婷婷确实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就在这时 爱丽江的代理律师经过多方调查 也终于查到了当初与爱丽江签约的 华谊兄弟公司的去向 他和爱丽江签约的时候是存在的 但是后来之后呢 他又把这个公司转让给两个个人 改名为眩影 然后呢 在上市之前呢 又把这个公司给注销了 爱丽江的律师在调查中得知 华谊兄弟与爱丽江签约后 经过多次股份转让 现在已经注销 公司的很多艺人去了现在的华谊兄弟时代 把所有的经济人员 并且有潜力的艺人 都转移到在2017年成立的 北京华谊兄弟时代文化经济 融思所有 2010年6月 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在这期间 被告的工作人员仍然与原告 进行联络 并没有明确告诉他 没有和他继续转约 也没有告诉他 这样一个公司变更的事实 这本身就是一种违约行为 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之间 是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 本案原告不能够因为 所谓的三年时间耽误了 而迁入于本案 法庭经过调查认为 与爱丽江签约的华谊兄弟 现在已经注销 民事主体资格丧失 相关法律协议已失去效力 但是未履行对爱丽江的告知义务 存在过错 法院最后判决认为 虽然被告华谊兄弟时代 和华谊兄弟没有关系 但是由于在庭审中 华谊兄弟时代没有披露相关事实 由此产生的调查费和律师费 应该由被告华谊兄弟时代承担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 爱丽江觉得虽然没有得到经济赔偿 但是今后也不再受到合约的限制了 既然现在我不受到任何的约束了 我会有上一步我生活其他方面的一些打算 按照法律的规定 如果一个公司要注销 那么需要到当地的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并且进行公告 而且公司的负责人和股东 有义务及时的通知合同的当事人 如果公司的负责人或者股东 没有履行这个通知的义务 导致当事人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话 那么公司就要承担责任 所以在本案当中的爱丽江 可以向原公司的负责人和股东 提出赔偿要求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好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合法周开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